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被法拍 当时号称辞职5亿在北投别墅打造的影视基地 已经确定进入法拍作业 一拍底价1亿7392万元 别墅现场大门深锁 空地上还可以看见当初为了拍戏造景使用的货柜屋 以及当初影视基地挂上的红布条 但如今一片荒凉冷清 总价来看的话 差不多都是5000万到1亿以下 这样子的价位是比较常见的 那因为这种类型的房屋 毕竟第一个它本来量体就比较少 然后再来它的课程也比较少 所以在市面上的交易量来说的话 一直都不是很大 根据内政部资料显示 近期法拍建屋移转量逐年上升 累计前三季已经将近4000栋 虽然别墅焦头冷清 但只要一试出还是成为市场焦点 三线新闻 杨玉席 刘雅文 台湾报道 最近为什么法拍大爆量 法拍爆量的原因是开始 银行开始不想要造这些投资客了 因为过去大家讲利息 宽限期两年 两年完之后好像受不了 就跟银行讲说不行了 我要爆了 不严 脱上不严 两年再严 然后后来银行自己的预防比经验增加了 所以尽管人就说有些银行不行了 你不能够再一直爆下去 最近最近的银行不愿意再让那些投资客延了 对 因为房价开始往下走 因为再延下去对银行是没有好处 会变利水物 对啊 或者说变 因为那个渝望一定增加 因为你一直给它带下去 那个房价就一直往下低 它没办法再带 所以你说今年第一季的六都 它的那个法拍量市出量大概增加了7% 但是在桃园多了百分之八成 八十几% 桃园为什么多那么多啊 高雄也多了34% 因为桃园你要想很多地方像青朴 我们现在已经很久没有人在讲青朴了 没有人去买青朴的房子 你青朴接手力道很有限 所以渐渐大家都放掉 你说像巴德 巴德满地都是一字头 那之前大概在2014 是之前退案量太大的关系 太大 还有价格太高 因为那时候还有人买到三十几万 可是后来旁边都是一字头一字头 你说青朴三十几万 巴德 巴德买到三十几万 青朴还有四十几万的 青朴有四字头的 对 可是现在都是一字头二字头 一字头二字头 那你说叫四字头怎么办 所以他撑着撑着 不要了 干脆放掉 就不要了 他们真的就是不要了 那你要想 还有这个压力锅 为什么你讲是压力锅 这个是建造跟始造的一个表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 始造量就是已经交屋的量 然后我们大概是在2012开始 1314 始造开始增加 一路往上攀 1516 所以我们讲说12 好啦 交屋了 两年宽限起到14 再两年16 对不对 然后如此地延下去 两年再两年下去发现 最近2018跟2019开始要爆 因为开始有一些银行不要 开始有人大抛售 甚至有些屋主就是 欺责卖房子 值价登陆就是要当初买多少钱 比如说一百万 那这一定是赔售了 赔售 赔三成 一千万买 所以法牌帐廊最近又要出动了 有 其实 你敢买法牌屋吗 我没有买过法牌屋 那你会想买吗 因为太麻烦了 不会 对 因为有人觉得法牌屋很便宜 能不能点交 对啊 或是说那个房子 然后资金的压力 因为他一个礼拜之内就要聚足那些所有的资金 对对对 当然现在还有代牌业者可以帮你做贷款 可是我讲就是法牌商人一直存在 看只要有人想要买就会出现 基隆路有个房子 市价老公寓也五六百万 那种很老的房子 法牌屋只要两百四十万 你要不要买 好便宜啊 两百四十万买了下去 随便给装一下做套房也OK嘛 对不对 就是很多人会心 代牌是不点交的吧 不管是点交还是不点交 因为都有它的解法 但是我会先跟各位讲 不要买法牌屋 法牌屋只有一种是可以买的 比如说我跟宾格是好朋友 宾格要被法派 不好意思 我了解你家 我看过你家 你家是点交屋 然后你的个性我知道 你不会陪我 你不会说到时候把那个房子弄烂 这种房子可以买 但这种是万中选一而已 那现在不是有些代派业者可以帮忙吗 他只是帮你拍 做一些行政手续 甚至帮你找贷款而已 但是如果里面有人赶不走 他们也没办法 对 所以我讲西洛牌屋那一个就是 两百四十万有人买下去 对不对 最后法牌商人就说 来 一百六十万拿来 拆迁费 小弟要请客 我的装潢要搬走 一百六十万 法牌架两百四 你把你给我钉子就对了 就是钉子啦 法牌架两百四 你还要再拿一百六十万踢给他 热闹天理啊 所以可是 那就是法牌帐了 法牌帐很多 法牌帐最贵的是地保刘妈妈那一户 地保也有法牌帐了 有 而且是刘妈妈 就是刘妈妈当初买了一个房子 拍了一个地保很高的价格 一百两百出头万 然后买下去之后 你知道那个屋主就找黑道串通人家 然后赶快签一个合约 因为那时候 是这个嘛 地盘很漂亮 然后屋主就签了一个租约 然后租约下来之后 你表示这个房子不能点交 有人住了 买卖不破租约 对 然后那个为氏的人就放话 所以其实那是一个假住约 有签啦 可是就是 就是一定是做出来的嘛 然后为氏的人放话说多少钱 你知道吗 四千万 你如果 抵级放厨 对啊 抵级放厨 没了 把厨子弄弄 那刘妈妈怎么办打官司 我刚刚看到他们好像上法院 是啊 就是明白 因为刘妈妈个性硬嘛 就是用法院 还要上 你买的法拍屋 再上法院 再把这人赶走 然后当然也发生那个什么 两边的大战 一边要进去 一边要出来 这样子 然后最后房子都是垃圾 所以地保唯一的垃圾屋 就是那一间 也就是说 法拍最大的风险就是 你能不能顺利地点交这间房子 有可能被法拍蟑螂给占据 而且他们甚至于跟黑道结合 是 很麻烦 很麻烦 法拍会不会影响到房价 一个社区如果有法拍屋 对房价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叫做气数已尽 我跟很多人讲 可能跟很多网友讲说 当这个 而且是新城屋 开始出现一户两户法拍屋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社区 房价开始往下掉 整个运势往下衰 开始没有人想要进去 然后一定是叠价的保证 比如说我们临口有个案子 上市公司买的一个案子 很大的一个社区 是 好 然后才交屋大概一两年 好像交屋一年而已 就有人法拍了 断尾不要了 怎么办 很妙 建商把它买下来 建商因为其实它有余屋 还要交屋 它怕冲击到它的房价 是 而且当初大家都买很贵 有人买三千 有人买四千 这一户底价一千八百万 建商用两千一百万把它买下来 让单价维持到一平 二十一左右 因为万一有一户法拍 实际上登录一打开 只有一千五 一千三 就往下掉了 那又还了吗 对 结果没办法 因为那个社区实在太大了 所以后来还是有人拿出法拍 就开始一平十八万掉了 然后社区住户其他的投资客 眼看说二十几万 十几万 不行了 开始有人五百万抛售 赔八百万抛售 整个就抛掉 所以这个社区到现在为止 几乎成交都是赔 所以我看到今天有一则最新的新闻 是高雄地宝也在法拍 台北有鸿胜地宝 高雄也有地宝 高雄地宝在法拍 那一户据说流拍了 然后就有法拍公司说 就算是第二拍 因为第二拍通常打八折 他说就算是第二拍打了八折 恐怕也很难卖 对 因为大家通常都是三拍或四拍 才会去买的 所以雇主就一定是赔了 当然是赔死了 所以现在 现在目前最新的是 台北市的中正区 有一个大坪数的房子 建商 本来都卖一瓶一百零几万 它是在中华路的旁边 算是镜像 旁边也有捷运站 本来要买一百零几万 后来呢 直到东东有一个户出来 打七折 建商打七折 一瓶只剩八十几万出售 那怎么办 那你其他户怎么办 没办法啦 就这个事就是这样嘛 建商总要活下去嘛 对不对 你知道吗 老住 那其他旧户惨了 他们如果要卖房子的话 一定都要赔售了 当然因为这个建商 很习惯就是直接跳水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 新庄有个案子 一瓶五十几万成交 在富度新 后来建商新房子盖好 他要出新屋 一瓶三十九万卖掉 一差也是七折多啊 就马上去建商要生存嘛 我管你钱一手买多少钱 我就只好脱一脱裤子 赶快绕绕塞 把它卖掉啊 所以这个建商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地方 我听说是在桃园的巴德 也是一样 大家买二十几万 然后呢 有些余屋建商低掉 一字头想要出掉 所以现在 所以建商现在清库存 也杀得很低 杀得很低 有些是会大张旗鼓 有些不敢讲 然后投资客呢 投资客也在清库存 因为大家知道说 房价往下跌嘛 有人先走为妙 我们讲几个案例 这个是 因为我们讲的 这个是宜兰 郊西的温泉 郊西温泉小套房 你看它总价 其实也不高啊 总价加起来多少 500多万而已啊 屋主买500多万 可是呢 实价登陆 当初买550万 买550万 对 后来它438万卖 它赔了115万 一间小套房要赔115万 那个比例很高 很高啊 对因为苏花地 苏花改已经通车了嘛 大家去宜兰很快 所以整个宜兰都在大落架 除了郊西温泉套房之外呢 像这个 武捷两年赔300多万的农舍 农舍 对面是一个很漂亮的豪宅 它赔了1100万 当初一瓶50万买的 后来呢 这个我不知道是投资来自助客 放了几年 不太想住还怎样 3900卖掉 四五六三年而言 就赔了 三年赔了1000多万 1100万 那你说 它为什么要赔 这房子不好吗 这房子很好 还是要赔掉 它为什么要赔 因为后市不看好 继续赔 它要哪里 这户赔1465万 这在哪边呢 在哪里 这个在三重 捷运站 捷运三合国中站 正旁边 正旁边 然后这一户就 原本屋主买比较贵 6000万 然后它其实两年而已 不到 4500万卖掉 就赔了1400多万 不止 还有哪些地方传出赔设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包括 新装副都行 这一户死很惨 叫新装第一产 赔了1650万 1650万 过度一些新房子吗 新房子才打了快七折 新房子可能没有住 我先 我只把暗名遮住了 好 再来 还有 你以为没有很惨吧 这个是中古屋 也算是新的 赔了1000多万 1112万 对啦 已经交屋的 已经交屋一段时间了 大概是 对 大概七八年的这样子 打七折 1000多万 赔售 整个新装 整个都在 整个都在吃蟹药一样 但是还有最惨的 在淡水 淡水 淡水 那你说他干嘛 赔三千多万 打七折 干嘛走 因为后事不看好 而且 我们的那个 代销天王 朱文宇 老朱说 现在啊 没有打七五折的案子 他不要接 哇 所以我们来看到 这两天的新闻 带着两行总经理 严秉立成预告 房市压力 国将引爆 欢乐啊